驚險直擊 來看到的是 苗栗縣後龍鎮 在清晨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名76歲的婦人 行進台九縣大山路段 就在迴轉過程 被後方自小客車猛力撞擊 整個人盤飛重摔在地面 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經過搶救 仍然是宣告不治 而貨不單行 來看到 台中市一處四岔路口 也發生了追撞事故 入口後製油黃轉紅 不少機車加速通過 身穿潛色外套騎士擊殺 後方兩輛機車發現 緊急剎車 但來不及了 依舊釀成追撞 兩名騎士紛紛摔落地面 驚險瞬間傳出刺耳煞車聲 差一點就波及到一旁休旅車 三名路往一中商圈四叉路口 發生這裡事故 下去警方火速到場 經過酒測都沒有喝酒 所幸騎士只有輕傷 包紮後沒有大礙 全安宜調越路口監視器 已釐清發生的經過 而驚險事故也發生在苗栗縣 76歲女騎士行進台九縣大山路段 疑似準備要迴轉 被後方車輛高速撞上 機車滑行三十公尺遠 整個人彈飛後坐在地面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車禍現場滿地車體碎片 轎車擋風玻璃 撞出一個大洞 保險桿也脫落 可見撞擊力道有多驚人 女騎士緊急送一場救 還是回天法術 21號清晨7點多發生這起死亡事故 也驚動附近居民 警方將調閱相關畫面 盡速釐清 肇事責任 謝謝張先生的李松林嘉明 苗栗台中怎麼報導